前幾天我跟幾個朋友在聊天 我們發現男女是有一些奇怪的差別的 我不知道基睿你聽聽看這個故事 比如說我們在學生時代男女大家都一樣 可是過了十幾二十年之後呢 為什麼我們身邊的女生 好像很多人台灣喔 就大概有七八成喔 這個有科學調查的 大概都從一般的肌膚變成敏感肌膚 大家離開校園進了社會 男人女人壓力都很大嘛 對不對 而且原理比較大是真的 因為要生小孩 好 對不起 那見你我真的幫不到你了 對 辛苦你了 對 女人大有他的壓力 男人有視野的壓力 那空氣也一樣糟 可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長大之後發生這樣的變化 女人的肌膚變得更敏感 男人卻沒什麼變化 你覺得這個跟我們剛剛聊的有沒有關係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女生都要化妝 我們都男生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 對 那另外就是在選擇保養品上面 因為我們都比較愛擦 什麼都擦什麼都擦在臉上 試試看 用一用 那如果我們用錯保養品的話 我們這十幾二十年 對皮膚造成其實傷害也是很多 對 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每天 他很多東西要臉上 就必須要選擇一個安全的 讓你用得方心的保養品 了解 用得方心的保養品 方心的 對 沒錯 修得太好 這樣子答案就解答了 對吧 這個男人跟女人同樣 從學生時代進了社會 壓力都很大 可是到最後呢 女人因為要化妝 化妝又要卸妝 卸妝之後又要保養 這個過程裡面 好累喔 對 很累 很辛苦妳了 如果這過程裡面 你一直用錯東西的話 這個累積下來 當然就會比男人的皮膚呢 更加受到損害 所以吳天佳太重要了 尤其妳現在有寶寶啊 妳是不是更重心 對 因為其實我現在 每天在家裡要抱寶寶 我連擦個唇膏啊 擦個表情頂都會非常小心 因為我常常會跟他 來輕輕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會跟他 尤其寶寶的皮膚是很嫩的 非常稀嫩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 小心的保養 小心用保養頂 免得就是黏到那個臉上 會對他造成傷害 沒錯 說得太好了 這個GG呢 當了媽媽之後 一定有更重視所謂無添加 不只是吃的 食用的 更重要的是擦的 因為常常跟小寶寶的皮膚 靠來靠去的 對 磨來磨去的 對不對 跟男朋友 老公沒差啦 反正大家一樣的 就盡量磨無所謂 但小寶寶的皮膚要特別注意 無添加的概念 要彼此照顧好彼此 謝謝你的分享 掌聲給GG咕哩咕哩 專業專業 最佳代言人 就是GG非他莫屬了 那所以大家記住喔 除了我們台灣 這麼在意的食安問題 要跟GG學習 我們要懂得照顧自己的臉皮 對不對 每個人臉皮都很薄嘛 有沒有人感受自己臉皮厚的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好好照顧 用無添加就對了 你說是不是啊 當然啦 太好了 我不知道剛剛大家有沒有認真聽 我們來問個問題好了 什麼 就QA一下好不好 QA一下 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到底我們剛剛問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了解 是他們回答 對對對 我們先QA 因為我怕大家睡著 好 我們剛剛 因為剛剛講完了 記憶猶新 我們來送個兩個禮物給大家 是什麼禮物 當然是FANCO啊 當然了 還是你的LINE的帳號 我也OK 如果你願意公開 我先來個有獎針啦 待會再來進行後面的流程 還沒有問 還沒有問 有沒有舉手 對啊 你講的是不是答案 我投給你 吳天佳 吳天佳 不對 我曉得他這麼厲害 今年是有偷看到我的題目嗎 好 第一題請問FANCO是來自哪個國家的品牌 這邊很快喔 這位嗎 對 答案是什麼 日本 來 我們送給他 謝謝 謝謝 恭喜你 好 第二題 很難喔 很難喔 FANCO的產品 特別強調 護膚更有效 因為不加什麼東西 不加 這邊 他是媒體朋友是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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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防腐機 是嗎 是不加防腐機還是不加膠 你要不要堅持 這是我代言的 不好意思啊 我有代言不加膠的東西 來來來 瘦瘦瘦瘦 我們都是不加系列的 來採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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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不加系列的對不對 好 太好了 謝謝 那緊接著我們就要透過以下的儀式 我們要讓所有的朋友知道 真的 吳天佳太重要了 來 3 2 1 FANCO無天佳 不用防腐劑 護膚更有效 漂亮啦 來掌聲福利 尖叫粉絲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的捧場 謝謝 好 我們請激情的簽個名 好 在最重要的FANCO產品上 謝謝